哈喽各位直播间的粉丝宝宝 欢迎来到纯真新物种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 今天晚上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主题 大家也是可以看到了 是纯真年终感恩回馈季的直播带给到大家 那今天晚上这场直播呢 也是诚意满满的一次直播了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福利要放送给到各位 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如果还有一些好朋友没有进入到直播间当中的话 把我们直播的链接赶紧分享给他们 今天晚上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也是会请到一位神秘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为大家放送更多的福利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去得到福利的话 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当中 千万不要走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其实是为大家带到了酸奶界的羊枝甘露 是这样的一瓶纯真茫茫西幼风味酸奶 以及我们纯真的红这个红西幼味的这个小蛮腰 以及原味小蛮腰 都是会来到直播间当中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购物袋 抓紧时间下单付款 与此同时今天晚上还会有非常重磅的抽奖环节 为大家抽送到的是 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一台 同样也是要再一次来跟各位预告一下 那今天晚上刚刚也是说到了 会有特殊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带给到大家这样的一次福利 大家抓紧时间 把特殊嘉宾的名字 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好不好 让他感受一下 我们直播间粉丝宝宝的热情好不好 好看到有很多在评论区当中的粉丝宝宝 已经是刷屏起来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纯真品牌大使 摩登兄弟刘宇宝 有请 有请于宝宝 你好你好你好 请坐 来来来 有请于宝宝 请坐请坐 来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大家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宝 也是我们纯真的这个品牌大使 是的 那今天晚上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只要您下单愿意的产品的话 都会获得与您的这一个海报一张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下午的这个直播一开始 非常非常的火爆 所有的产品呢 都已经是售庆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也是持续不断的 在帮大家去补库存 在这里呢 要温馨提示一下 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 如果您拍到的是预售链接的话 可能这个产品 需要等待15到20天 根据我们的海报 一起来发货给的大家 当然如果是现货链接的话 可能是先收到我们的货品 后期再给大家配送我们的海报 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持续不断的参与起来 那其实今天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 这个惊喜福利对不对 是是是 那个关键是我们纯真准备的 我就是来跟着跟大家热闹一下而已 也感谢我们纯真嘛 要放送很多的福利给的大家 首先在开门红的环节 我们先请与您来给大家发送一个福袋 好不好 好呀 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稍后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 会有一个福袋的环节 待会儿呢我们会请与您倒数五个数 五个数过后 我们的福袋直接出现在直播间 右上角的位置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好了 并且福袋的抽奖的时间呢是一分钟 那第一轮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先为大家来抽取到十位 因为我们开门红 多送一点好不好 好呀好呀 那开门红我们先送十位 送出的这个礼品的是 纯真红细柚小蛮腰一箱 会有十位粉丝宝宝可以获奖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与您来给大家 倒数五个数 上福袋好不好 好嘞 来 五四三二一 好福袋已经是正式的出现在 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了 那接下来呢 主持人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看一下大家 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当中啊 可以看到在左上角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福袋的一个标志 点击我们的福袋 直接来参与一个发送评论 直接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去输入一些其他的话语 不然的话是会影响到 我们的一个抽奖的环节 大家抓紧时间 赶紧把我们这个口令输入起来 好不好 继续把我们的这个福袋的口令输入起来 那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 一定要抓紧时间 继续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还有最后的二十多秒的时间了 还有最后的二十多秒的时间 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 来揭晓一下 究竟是哪十位粉丝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获得我们的纯真 红西又味的小蛮腰 这样的一个酸奶 结果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了 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到我这一个开奖的手机 那我们也是要在活动现场呢 来现场为大家揭晓一下 究竟是哪十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可以获得我们与您今天 送给大家的一个开门红的福利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看一下 我们的结果呢 已经是显示在我们的这边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位获得我们的福利的是 明星周边小弟啊 第二位是wow 第三位是wow 第四位是娟娟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这个紫盈 还有下面的这一个是aura 以及拉扎尔 山路有柔风 还有朵朵妈 还有碧尔 那么在这一轮当中呢 是要再一次恭喜以上念到ID的十位粉丝朋友 在这里呢 非常非常的幸运是获得了 我们为您送出的纯真红西又味的小蛮腰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是说您没有得到刚刚的这个礼品的话 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接下来我们与您会在直播间当中 跟大家聊到非常多的一些 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以及为大家持续不断的去放送出我们更多的福利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也是要在直播间当中来抓紧时间 跟大家来放送出我们的接下来的一些内容 其实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大家应该会比较关心于您 今天的这一套look选得非常的黑白配 非常的简约 来跟大家说说看今天这一个服装啊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搭配理念好不好 搭配理念就是那个 我们纯真希望我穿那个清爽一点 也没有 但是我也是喜欢这种清爽的啊 是的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干净 干净的一个状态 让大家很看到很开心 没错 今天选择白衬衣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酸奶也是白色 给了大家一个更加纯真的感觉 没错 就是纯真 没错没错 那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醋期间 双十一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 很想要问到你一个问题 有没有在双十一这个大醋期间 去下单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双十一期间抢到的东西好不好 大家来赶紧抄抄作业起来 我买了好多东西啊 就是有用的嘛 然后有一些家里吃的东西 然后当然纯真是一定要买的 而且我买完之后都会送给剧组的伙伴啊 就是送给人家去去去表示一下友好嘛 对会买好多东西 比如像买了一些电脑啊 然后一些家里用的什么什么洗衣机啊 大件也买了 但是当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还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刚刚也是听到了 我们与您也是购买了纯真的酸奶 所以说如果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想要去获得我们与您同款酸奶的话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可以赶紧去下单了 那刚刚与您是提到了剧组的一个拍戏的生活 其实之前在微博上有关注啊 我们的安乐传呢最近也是杀青了 杀青过后 其实大家跟我一样是非常去关注到这一个剧 以及包括您所在当中扮演的角色 能不能够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安乐传当中您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我在安乐传当中扮演陆明熙 然后呢他也是其实在原小说上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存在的 所以他是一个刑部尚书 首先在官职上他是一个刑部尚书 他就是为了女主 为了女主复仇可以甘心 让自己在京城潜伏十年 然后忍辱负重 然后呢又深爱着女主 然后又不敢表达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很喜欢这样的角色 所以说这个角色其实也是融入了 非常多情感方面的一些演绎 那当然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 也是要再一次的提前预祝我们这一部剧啊 收视长虹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想请问到与您 其实与您我们都知道是作为这个 OST大户 年底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新作品上线 我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OST其实真的录了很多 但是现在呢 具体上不上线真的说不准 因为哪个剧啥时候播真的谁也不敢说 就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严谨 就是这个剧哪天播谁也不敢说 当然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 一个月有三首OST要发 就同时会播三部剧 真的是这个没法说 说不准 不是我都说不准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 还是更加严谨的一个态度 一起来期待一下在后续 它公布的一个发行的时间就好了 当然关注我的这个专辑的歌就好了 我自己歌我自己说都算 当然也是要再一次的来一起期待一下 在后续的一个发行的作品 他其实提到了我们刚刚的一个后续的一些情况 当然直播间的很多粉丝啊 也是一直在关注于您 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去分享一下 后续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好不好 后续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下一个组吧 然后马上下一部戏开拍了 然后也挺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然后拍完戏之后呢 可能在跨年再有些活动什么的 大概就把年过了就就挺好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在剧组的生活 是可以去体会到不同的角色 那也是会有非常多的身份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体验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与您是作为多期艺人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领域都有所涉足 那在之后的话 会有哪些领域是说 自己想要去尝试的呢 去尝试的 因为我通过拍戏来说 我通过拍戏来说 我喜欢上了这个 就是我觉得因为做演员嘛 台词很重要 所以喜欢上了配音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有什么那种 原创的漫画角色 需要配音演员的时候 我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尝试一下 没错 那其实提到配音演员 需要用声音去塑造角色 对对对对 去体现出这个不同角色 它的一个转化 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 我们也为与您准备了一个身份的任务 那当然在与您完成了这个任务过后呢 圆满完成任务过后 会解锁直播间的福利 来给到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又有福利 是的 有没有这个信心来把这个福利 争取到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当然是没有啊 但是我会努力啊 是的 一定要努力的把我们这个福利解锁起来 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的桌面上摆有了 不同的这个纯煎酸奶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茫茫西柚口味 以及我们的红西柚小蛮腰 还有原味小蛮腰 原味啊 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都有一个不同身份的开启 所以说其实我们让与您来选择一下 选择过后呢 其实在评底 我们会应有不同的身份 首先您想要来选择到的是哪一款 那当然是这款了啊 因为最近喝的就是这个嘛 最近喝的是这一款 那这一款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最近自己喝的一个感觉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是很少吃甜食的东西 但是我唯独到了这个饭店也好 到了去吃饭也好 都会点羊枝甘露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好好好 就是莫名其妙的觉得好好喝 然后现在又有这个我们那个纯真又出了茫茫西柚 我觉得可以满足我随时随地想喝这种东西的一个夙愿 是的 而且我们纯真茫茫西柚这一款呢 是称为酸奶界的羊枝甘露 所以说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一下选择到了我们的茫茫西柚过后 对应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评底 评底 歌手 来看一下我们选择到的是歌手 可以看一下我们首先选择到的是歌手 在歌手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稍后我们为您准备了六首 都是你的歌曲 我自己的歌 但是这六首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后期特殊的处理 可能是倒序播放 也可能是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 所以说要让您来猜啊 如果是说您猜对了三首的话 我们就算挑战成功解锁福利 那如果没有猜中的话 那我们会在直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 那这个惩罚是什么 我们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各位在直播间前的各位粉丝朋友呢 也是可以一起来听到这个歌曲 那当然啊 因为我们今天与您是在挑战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先不要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出来 我们要看一下与您能不能够挑战成功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给到与您这一个反送 让与您来听一听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 为您准备到的不同的歌曲啊 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歌曲 那个没有看到观众 观众说那个音话不同步 是不知道 那个是不是你们退一下再进来就好了 是的 应该退一下进来就好了 来我们看看 各位粉丝朋友也可以再一次刷新一下我们直播间 推出重镜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网络的延迟的题 就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等待一下这个网络的延迟啊 抓紧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些互动玩法 那待会儿呢 与您会在直播间当中 听到六首不同的歌曲 那也是要猜一猜 这六首不同的歌曲 分别对应的名称 是什么样的一个名称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 第一首歌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看来我们的难度已经是体现出来了 对不对 虽然说六首歌都是于您的歌 我完全听不出来 倒放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bug 因为我是完全听不出来的 本来以为说六首歌都是自己的歌 会很容易 那确实第一首歌我们就给到了一个难题 我们还是要来做 这个观众朋友能听到吗 观众朋友也是可以听到的 他们能听到的听到的 你们你们能 既然有人猜到了啊 对所以他们猜到算吗 不算是吧 第一首歌因为太难了 我们也算好不好 后面的我们就给到于您来挑战一下 一共猜中三首歌 琉璃对不对 第一首歌琉璃回答正确 那第二首歌 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 能不能够让于您更好的来猜出来 这个歌名好不好 好了好了 第二首正式开始 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 我们的工作人员 看到我们这一条单红的黄金啊 那大家一定要来 要请您也要听到这个歌 这是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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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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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千里江山吗 第二首 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我们要来帮你解释一下是否正确 千里江山 非常抱歉 回答错误 第二首 我们的歌曲是造化 哦 恍然大悟的感觉对不对 也悟不到 因为你听我出来 非常非常的一个难度在这里了 是非常的难度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歌曲啊 现在已经是播放了两首 那接下来 我们来听一听第三首歌 究竟是哪一首 好 我们听听第三首了 这个 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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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cke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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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首歌曲 来 这个应该是千里江沙的吧 因为这个 这么长的一个前奏 靠前奏的一个歌曲结构 来猜到了这首歌曲 那是不是呢 我们来揭晓一下 回答正确 那也就是说到这里呢 与您一共是 已经是答对了三道题目了 所以说呢 其实已经是解锁了一个 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的一个福利 那这一轮当中呢 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纯真红西游的小蛮 小蛮腰 这一个一箱酸来给的大家 我们一共是会抽出 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所以说呢 待会儿呢 我们也是要给到大家 这样的一个抽奖环节 那在这个抽奖之前 其实大家刚刚是听了 与您的一个歌曲 我相信听到这个加工过的 有特殊处理过的歌曲 大家跟我一样 是没有尽兴的 对不对 能不能够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们把这个福利加码 我们请与您 轻唱三十秒的时间 来给到大家 选择一首 你觉得 能够送给我们粉丝朋友的歌曲 我们轻唱三十秒钟的时间 来给到大家 这样的一个加码的福利 好不好 当然 当然可以 就是轻唱 当然可以 那马上过年了 就唱一个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歌 我自己的歌叫过年的歌 好不好 来 三二一 新年到新年好 又是一年春来早 你对这一句爱好 我把火包准备好 你所以我拥抱 好久不见可还好 一口烫火睡觉 都是团圆的味道 可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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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也是希望 在过年期间 能够持续不断的循环 这首歌曲 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刚刚也是为大家加码了福利了 马上为大家来带到 这一个环节的抽奖呢 为您放送出的是 纯真红细又小蛮腰一箱 会抽出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那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邀请于您来给我们 倒数五个数 上福袋好不好 好 倒数五个数 来 五四三二一 好 福袋已经是正式的 上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 来再一次来跟大家讲一下 福袋的话 需要大家来点击一下 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这个福袋按钮 点击一下过后 直接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啊 点击过后呢 直接点击到旁边 发送的按钮就可以了 不用您去输入一些 其他的话语 不用您输入其他的话语 和标点符号 直接去输入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 口令就可以了 好不好 继续把我们的口令 刷屏起来 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必须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是说 您没有关注直播间的话 非常遗憾 那如果您没有关注到直播间的话 那没有办法 给您做到一个对讲的环节 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管进入到直播间 还是在我们抽奖环节 都要点击一下 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点起来了 好的 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纯真的新物种的这个直播间 是的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 我们也是要一起期待一下 待会儿会有 哪五位粉丝朋友可以中奖 那稍后呢 我们也是要来期待一下 这五位是可以获得我们 纯真红西右卫的小蛮腰 一箱给到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要在直播间当中来看一下 已经是有开奖的一个环节了 我们请与您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好不好 第一位朋友叫做 史鱼初见 第二位朋友叫 周曼娜 第三位叫做 天涯芳草 第四位朋友叫做 猪尾巴 第五位朋友叫做 鱼罐头 好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 这五位粉丝朋友可以 中奖 一定要记得 抓紧时间点击一下 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这样的话就可以回到 我们直播间当中 继续来参与到更多的 福利环节了 那么如果是说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想持续不断的参与到 我们下一轮的环节当中的话 也是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走开了 但刚刚是清唱了一段歌曲 送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 对 清唱完过后 我们让与您先喝一口奶 缓一缓 好不好 好呀 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的茫茫西柚 是平时经常喝到的 对 我们在原味小蛮腰 跟红西柚小蛮腰当中 选一款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它的口感 好不好 原味其实喝的也是特别多的 包括之前上节目的时候 一直都天天喝 在喝原味这个小蛮腰 对 喝一口过后 当时也喝真的 当时是 没错 其实我们的酸奶 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 也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 那喝完了我们原味小蛮腰过后 口感如何觉得 就非常的丝滑 就是你喝完就会有一种 满足感 是的 而且我们原味小蛮腰 非常的清爽的一个口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原味小蛮腰 所对应到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了 好不好 身份的 来 没错 演员 演员的一个环节 其实演员这个角色 我觉得对于 刚刚与您讲到的也好 包括在今后想要去 体验到的一些领域也好 应该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为他准备到的是 四张不同的题卡 四张不同的题卡当中 对应到的是 不同的四个角色 我们会让与您来抽取两次 那么抽取到过后呢 就要根据这个角色 来为大家去推荐到 我们的纯真酸奶 那接下来会有四张不同的题卡 我们请与您先来抽取一下 好不好 好 首先抽取到的这一张 来展示给我们的 白仇飞 是吧 是的 展示给我们评论区的 这一个粉丝朋友看一下 我们首先抽取到的这一张题卡呢 是白仇飞 大家都知道白仇飞是说英雄 谁是英雄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今天在我们许播间当中 我们首先就要请与您 来根据白仇飞这个角色 为大家来推荐一下 我们的纯真酸奶 好不好 白仇飞的状态 去推荐纯真酸奶 好 哎呀 喘一口气 做好准 这咋弄啊 我想想白仇飞 他是怎么弄 我想想 来 那今天呢 其实就想给在座的 所有好朋友带来一款 带来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叫做纯真小蛮腰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购买它 如果你不喜欢 也要购买它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推荐给你的 所以一定要多多支持一下 是的 白仇飞啊 刚刚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我们的纯真 远味小蛮腰这个酸奶 那待会儿呢 如果是说大家认可 与您刚刚的这一段演绎 就对 把喜欢两个字打在我们评论区当中 看一下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的一个情况啊 如果是说认可与您刚刚的一个白仇飞这个角色的演绎的话 把喜欢两个字打在评论区当中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第二个角色啊 还剩下三张提卡 还有第二个角色要等待与您来为我们开启 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一下 杨枝干 能代替杨枝干露的茫茫西 我觉得也是特别棒的一个甜品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家喜不喜欢洛明西的推荐啊 如果喜欢洛明西的推荐的话 来赶紧在评论区当中收入喜欢两个字 我们如果是说看到满屏都在挑喜欢两个字的话 我们就算与您这一个环节解锁成功好不好 是不是可以去发福利是不是 是的 解锁成功过后就可以把福利带给到大家了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哇真的是满屏都在飘喜欢两个字啊 对不对 还有粉丝在说 喜欢你说的都喜欢 也是非常的宠粉了 对不对 那这一个环节当中啊 与您也是成功的为大家开启了我们的福利 这一轮我们要给大家放送的一个福利呢 非常非常的重磅 要送出的是与您亲笔的签名照一份 我们会送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啊 为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个环节当中啊 我们要送出的是与您的签名照给的大家 不值钱不值钱 不值钱 当然我觉得礼清情义 这我们带给的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厉害 重磅的一个福利给的大家 那这一轮当中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为大家来送出的是与您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那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大家 稍后呢我们会通过福带的环节来为大家去发送奖品 所以说呢大家也是要记得我们福带的时间是一分钟 一定要记得在一分钟的时间当中赶紧的把我们的一个口令输送起来 这样的话获得我们参与资格就可以来等待我们奖品的开奖了 好 同样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有请与您来为我们倒数五个数 又来了又送福利了来 五四三二一 好上福带正式来看一下我们的福带已经是上到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位置了 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 左上角的福带赶紧赶紧领取起来 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去输入一些其他的话语 直接输入到我们这个福带当中自动为你打好的口令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要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有好多的这个粉丝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 不太了解到我们这个新的玩法 我们也是再来跟您讲一下 左上角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福带 直接点击过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福带的按钮了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点击我们的福带 就可以直接的赶紧参与起来 那这个环节当中呢 为大家送出到的是与您的亲笔签名照一份 我觉得对于很多喜爱与您的粉丝来说 这份礼物真的是非常弥足珍贵的一个礼物给到大家了 没有我们纯真珍贵啊 当然就是签名照啊 希望大家喜欢吧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观看我们直播同时 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当中右下角的购物袋 赶紧去下单付款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您下单付款任意的产品都可以为大家做到的是 赠送与您的海报一张 当然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可能有一些宝宝拍到的是一个预售链接 这个产品呢可能要等待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个捕获时间 那所有的产品以及海报都会在15到20天之内 来为大家统一的去发货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看一下 还有最后的已经开奖了 对不对 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这一轮中奖的一个名单 来看一下 我们也是请与您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好不好 一位朋友叫做柚子茶 然后另一位朋友叫做谢韩威 好恭喜我们这位朋友叫做柚子茶 以及第二位谢韩威 恭喜这两位粉丝宝宝 在这一轮当中是非常幸运 后台系统是非常公平公开公正的 来抽取到了您的ID 那在这里呢也是要再一次恭喜您获得了与您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赶紧关注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如果您没有关注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话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一个对讲环节 那在这里呢我们刚刚的这一几轮的奖品都已经是送出了 当然接下来没有中奖的粉丝宝宝 千万不要担心 不要着急 接下来与您会持续不断的在直播间当中 挑战我们更多的一些玩法 解锁我们更多的福利来放送给到大家 所以说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剩下来 我们还有红吸又味的小蛮腰 我们首先请与您品尝一下 红吸又味的小蛮腰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好不好 好 打开我们的盖子过后 看一下我们与您今天品尝红吸又味小蛮腰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这个柚子的味道非常浓郁 而且它的这个 就是不是特别甜 我觉得就是甜度特别适中特别好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酸甜正好是一个很适中的味觉 对不对 我们也是要来期待一下红吸又味小蛮腰 它所对应到的一个身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身份 我这么多身份真的是 今天身份是带身份就来的 厨师 厨师 您平时会有做饭的习惯吗 当然有 当然有 在剧组的时候会不会自己也去DIY一些 比如说水果捞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 比较健康的美食呢 那个 简单的我就不稀 就是不稀的做了 对对对对 不稀做 然后可能做一些就是 因为在剧组可能要随时保持一点身材吧 因为每天面对镜头嘛 它和日常可能还不一样 所以每天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只能做一些就是那种减肥餐 比如做一些沙拉呀对不对 沙拉呀 沙拉也比较简单 就做一些那个蔬菜那种锅 就吃起来很满足 但都是蔬菜的那种的 豆腐啊 那个那个口膜啊 什么心肢膜啊 就是各种蔬菜放在一块去做 是的 我们也是在这个剧组的过程当中啊 也是要保持身材 那也是建议您之后 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用我们纯蒸酸奶 去做一些我们的这个沙拉呀 水果捞啊 对 也是可以分享给我们剧组 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对不对 对 这些东西做 我之前尝试过做 就是他把它冻得特别凉之后 然后往里面加好多干果 然后放点那个 OLEO的饼干碎什么的 就特别好喝 可以去DIY粉 都满美 那些隐藏的菜单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 揭晓到这一个身份的是厨师 那厨师这个环节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环节的 一个游戏的玩法 好不好 不知道与您在生活当中 对于emoji表情熟不熟悉 emoji 熟悉呀 每天都 在发送 发送的这个 emoji的表情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 为大家准备了啊 一共是有12张 不同的卡片 每一张题卡上 我们其实对应到的是 比如说是一道菜肴 简单提示一下 可能有一些 我们东北的菜肴 还有一些 可能是一些成语 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 无里头的成语 那接下来呢 我们正要在直播间当中 展示给到与您这张题卡 让与您来猜一猜 能不能够去答对 如果是说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答对了八个题目 我们就算是挑战成功 可以去解锁 我们不同的福利 来放送给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粉丝宝宝 那如果是说 没有答对八个题目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 小小的惩罚 还有一个惩罚 那这个惩罚呢 我们先卖一个棺子 稍后来跟大家 一一的揭晓 那首先 我们来展示一下的是 我们的第一张题卡 来看一下 首先给我们镜头 看一下我们第一张题卡 第一张题卡呢 是四个不同的 emoji的表情 来请与您 请作答 这个比较简单了 就叫梨花带雨吗 梨花带雨回答正确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下一张 首先展示给我们屏幕的 粉丝朋友看一下 来下一张第二题开始 笑上 笑 喜上眉烧吗 回答正确 非常厉害 也是把我们的谐音梗 运用到了极致 那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下一张 这张 鸡飞蛋打 非常简单 三道题目是 接连回答正确 我们也是要一起期待一下 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张题目 这个上下一心 上下一心回答正确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完美的回答正确 这张感觉有点难度了 猪肉 炖 心 猪肉炖 猪心 猪肉炖猪心 猪肉炖 这后面是 粉条 这是粉条 粉色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也算是吗 是 猪肉炖粉条 所以打正确 还是我们这个东北菜 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张 下一张感觉会比较的难一点点 给道云您一些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全打脚踢 不是 对 对 群绳奶 瓶 瓶 奶果 瓶果 就是一瓶瓶果 是一瓶瓶果吗 我们 要不要场外求助一下 我们的粉丝朋友 这也是啥 能猜到吗 这个粉丝朋友看一下 给道一个课写看一下 有请我们的粉丝朋友来猜一猜 能不能够去 帮云您回答对这一个题目 有有有朋友 替我答出来 叫做拔丝苹果 回答正确 为什么是拔呢 你想想你拔的时候 来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动作 拔是吧 对就是这个动作 也是无厘头 拔丝苹果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答案 也是回答正确 是我们场外求助 我们的粉丝朋友 一起来解锁了我们正确的答案 那接下来的这一张 我们一起看一下 茫茫西柚吗 来茫茫西柚回答正确 两个芒果 然后一个柚子 没错没错 也需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茫茫西柚呢 也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 可以去get我们与您同款 点击一下我们下方的 这个购物袋 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下单的话 还可以获得与您的海报一张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张图片 茫茫西柚炒鸡蛋 茫茫西柚炒鸡蛋 回答正确 接下来这张表简单了 桅脚 花好月圆 花好月圆 回答正确 炖炸炸炖爆 炖爆肉 锅包肉 锅包肉 锅包肉回答正确 平时爱吃锅包肉吗 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吃 是的 回答正确过后 我们看看与妮能不能够全部 把我们这一个题目回答正确 嗯 归心似箭 归心似箭 回答正确 众虎同心 因为前两天 我就参加那个节目 然后拿了一个横幅 就叫做众虎同心 我在想众虎同心 就可能 哎 这四只老虎 是不是就是那个意思 我终于明白了 是这意思吗 确定吗 众虎同心 确定这个答案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回答错误 这张图片的答案是 众虎同堂 众虎同堂是不同的这个 这个是呃 这是什么 那这正确答案是什么 这是答案是 你看它都是老虎的脑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是 虎头虎脑 哦 是完全没有想到 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下一张题板啊 车水马龙 车水马龙 回答正确 羊只糖水 羊只糖滴 棉树 棉树甜水 棉树甜水都出来了 我们给到大家最后的五秒钟时间 让宇宁考虑一下好不好 这个题提醒我一下朋友们 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场外求助的一个粉丝朋友 求助粉丝朋友的话 羊枝甘露嘛 对啊露水 没错 也是宇宁自己也是非常爱喝的羊枝甘露 对不对 也是要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是说跟宇宁一样非常喜欢喝羊枝甘露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纯真 我们的茫茫西幼这样的一罐风味的酸奶狼 那其实刚刚的这个环节当中 应该是有两个题卡 稍稍的有一些失误 对不对 我们这边也是要再次来征求一下 我们粉丝宝宝的意见 那这个两个失误的话 要不要让宇宁来念一小段绕口令给大家呢 可以啊 我们看一下 直接是说可以了 对不对 当然当然 那绕口令的话 我们在这边帮您准备到的是 三个不同的绕口令啊 会有比较长的 也会有比较短的 当然我们的难度也是不太一样 我们盲选好不好 还是说 盲选盲选盲选 盲选啊 让您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推荐到的是 哪一张题卡啊 选到第一张了啊 一起期待 就第一张 哇这么长 我们要不要展示给我们的评论区看一下啊 这个故事是讲述一个刘奶奶买牛奶的一个故事 听起来就非常难 对不对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刘奶奶买牛奶 他们不买酸菜 就是来 试试啊 好 绕口令 刘奶奶和牛 啊 不是啊 牛奶 刘奶奶和牛奶奶 啊 一个姓牛的奶奶和一个姓刘的奶奶 没错 哎呦 天呐 这谁讲的 这是 来 三二一 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 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 刘奶奶说 刘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 刘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会流奶 刘奶奶听了大骂牛奶奶 你的才会流奶 刘奶奶和牛奶奶泼牛奶 吓坏了牛奶奶 大骂再也不买牛奶奶和牛奶奶的牛奶 哎呦 掌声在哪里 在清晰 但还是 非常非常流畅的完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绕口令 那其实我觉得 刚刚是解锁了很多的身份 刚刚绕口令这个一出来 我感觉与您下一次可以去尝试一下 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当然尝试不了 也是可以去 去体验一下对不对 像这种还好一点 还好 其实我我的bug是在于平翘蛇 平翘蛇会有一些难度 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两张 有平翘蛇的吗 挑战一下 我们再抽一张好不好 可以当然 能够抽取到哪一张 我们就看与您的一个手气了 看缘分 哎和刚刚刚才那个一样算了吧 这是 勒勒的啊 鱼鱼鱼鱼啊 鱼鱼鱼鱼鱼鱼鱼 你在说什么吗 不太懂 看一下我们的论区的 很识朋友啊 特写是能看到的吗 来给到我们的这个 我不知道 较口令特写啊 来看一下 这张呢 是会比较的长一点点啊 是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也需要期待一下 您说的一个表演啊 我们试一试吧 这个绕口令所有都是一个字 都是一个发音 然后它只是有音调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的 你们其实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待我念的都对 好像在骑马的感觉 反应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这个片场当中正好在拍骑马的戏 在驾驭那个马屁 这个卡片我保留 有机会我分享给你们 再练习一下 邀请我们的粉丝朋友 也是可以一起来打卡一下 看看您能不能够驾驭到我们这一张绕口令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算我们的宁哥 挑战成功 成功的去解锁了我们的福利 那这一轮当中 其实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福利 也是我觉得大家会非常喜欢的 这一张我们准备到的是 亲笔签名的拍立德 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会送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先要请我们的宁哥 我们现场来拍立德 拍一张自拍来给到我们的两位粉丝宝宝 好不好 来给到我们的宁哥拍立德 是不是 但是在这个拍立德之前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朋友们 就是能不能给我吸吸油 因为我的脸太油了 我在那屏幕里受不了了 我已经 你们在看我直播也不提醒我 宁哥脸上有油 真的是受不了 你们是 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持人在这里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直播间 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活动 好不好 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宝宝 抓紧时间可以进入到 我们直播的 直播的画面当中 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个 左上角呢 会有纯真心物种 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直播间的名称 旁边会有一个关注的按钮 如果是说 您没有去点击关注按钮的话 那稍后可能有一些对讲环节 您没有办法去参与到 这一个奖品的对讲 那如果是说 您已经点击了关注过后呢 直播在这边来跟你讲一下 下方会有一个购物带 在我们右下方会有一个购物带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 您就可以看到 会有非常多的产品 在这边会有非常多的产品 来给到大家 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到下单付款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只要是说您下单付款的话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个抽奖的环节 待会儿呢 其实在我们的19点50分 我们会有一个结单 结单过后要抽送到的 就是我们的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 所有的粉丝宝宝 抓紧时间 锁定一下我们直播间 右下方的购物带 赶紧去下单付款 现在距离我们的7点50分 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 那我们的您哥已经是做好准备了 拍里德来了啊 是不是没开机对不对 就是怎么开机这个东西 来我们跟您哥说一下 神奇的啊神奇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直接啊 厉害厉害厉害 期待一下您哥的这张自拍啊 要摁碎了 他也没没没没有反应啊 我们再试一次 我先将给你试一道 好 不行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高科技 你看 不是我的问题 没事 调试一下 厂外求助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赶紧帮我们给到下一张这个 原因就是那个没电了 对不对 嗯 来 好 这款就电 哎 这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几个拍几个拍两张 这一这一轮当中 我们是要送出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送出这个签名照啊 嗯 签名的派利德 嗯 好 好 在等待派利德成像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请 您哥来帮大家这个签好 嗯 签哪个 签这这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准备的一个福利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呢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继续参与起来 好 完成了我们这个奖品的制作啊 现场制作的一个奖品给到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要请您哥 倒数五个数 来帮大家上福带 福带的时间是一分钟的时间 赶紧参与起来我们福带的一分钟时间 只要你参与起来福带的一个口令刷屏 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奖池当中啊 来当我们这个抽奖环节了 抓紧时间啊 我们有请您哥来帮大家上福带 五 四 三 二 一 上福带 好福带是正式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啊 左上角的地方大家赶紧来点击一下福带 赶紧来点击一下我们的福带啊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不可以请您哥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刚刚拍的这两张自拍啊 可以啊 当然当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啊 哇 这两张我觉得都是跟我们纯真酸奶来进行到合拍 这时也是体现出了我们与您颜值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 呃 很多宝宝说能不能够去多拍几张 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奖品是一轮更比一轮重磅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也需要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 距离我们的19点50分结单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 再次提醒大家 结单呢是参与到我们Mate 40 Pro这一个奖品的抽取 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直播间当中19点50分结单之前 通过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购物贷下单付款过后呢 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华为Mate 40 Pro手机的一个抽奖环节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 要来等待一下福袋的一个开奖结果 也是很期待看一下哪两位幸运的粉丝能够去拿到 刚刚新鲜出炉的这一个拍立的签名照好不好 是的 是的 好我们在这里呢已经是开奖了 有请工作人员给到我手机啊 来有请您哥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这一个朋友叫做十分喜欢您 另一个朋友叫做西红日花 南陵西红日花 好恭喜这两位粉丝朋友啊 恭喜这两位粉丝朋友在这里呢 获得了我们您哥为您带到的拍立的签名照 那在这里呢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走开啊 因为待会儿的直播间当中 会有很多重磅的礼品来抽送给到大家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说啊 这个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时间过后呢我们就会结单了 7点50分正式结单 结单过后如果您再下单的话 可能您抽中奖品了过后 也没有办法为您送到Mate 40 Pro这台手机了 那其实接下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刚刚是提到了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身份 包括演员歌手 还有这个呃刚刚提到的这个厨师不同的身份 是的是的 其实不知道您哥最近有没有在关注一些这个时下的热点 有一个游戏非常的在我们的这个热点之上 经常上热门的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鱿鱼游戏当中的碰堂 那这个碰堂的游戏呢相信大家都是不陌生了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到我道具啊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您准备了不同的这个图案 不同的图案来给到您哥 其中会有很多图案 包括你看其实会有这个雨伞的图案 你们买的这个是真好 因为我在网上买了好多 因为当时我在拍了转的时候就买了好多 我跟剧组演员一起玩是吗 结果买的什么配玩意来的全都碎了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会有四个不同的图案 那待会儿呢我们要请您哥来选择三个图案 要第一的完成 那大家其实可以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就是一三角一个圈儿 然后雨伞还有一个心 那这个爱心的图案呢 也是和我们今天纯真的logo 也是非常非常的呼应的 所以说待会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期待一下 看您哥会选择哪三个不同的图案 好不好 好呀好呀 首先我们要来尝试一下的是哪个图案 抠三个是吧 是的 我们要在120秒的时间当中 完成三个图案的抠取 就算是120秒 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 要完成三个图案 平均说40秒钟就要完成一个 不知道你之前的一个战果如何 战果就是没抠成功啊 一个都没成功 对不对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相信啊 你看现在我们有13万的粉丝宝宝 都是在观看我们的直播 相信由我们13万的粉丝宝宝 来给你加油助力 我们今天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 抠糖化的挑战好不好 这个太难了 这个啊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帮您哥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一个特写画面 好 来 我们倒计时是吗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 倒计时120秒 正式 开始 哇 这么简单吗 哎 哎 好了 我 我不用牺牲了 第一个已经是完成了 对吧 还有一丢丢 还有一丢丢 那一定要注意了 最后 哇 Oh my God 第一个 好顺利 第一个已经只用了十多秒钟的时间 对不对 这个简单 这继续把我们的 三角形式简单 接下来还有圆形 心形以及雨伞 选择哪个 我当然挑两个男的了 对不对 第二个选择到的是 心形 心形的这个图案也和我们今天纯真的logo图案有所呼应啊 也是要看一看能不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一个碰堂挑战 哎 非常非常的快速哦 我们要直接上手了 不用真来扎了 直接上手看看能不能够 扎一下吧 给后面扎一下 让它有个纹理 一定要记得啊 千万不要把它破坏掉了 是不是 好多的粉丝在评论区当中说要心心啊 好 差不多 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哎 感觉您哥是不是有在家里偷偷的排练过啊 简直就是完美对不对 九年来今天这个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哪一个图案 当然是雨伞嘛对不对 选雨伞了啊 来看一下雨伞 嗯 雨伞这个这个是真难啊 还得先探探路 雨伞的这个图案呢确实会比较的难一点点 因为它的这一个啊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镜头当中 雨伞的这一个弯弯绕绕会比较的多一点啊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倒数一下 十这么匆忙啊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最后一个雨伞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雨伞呢支离破碎起来了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挑战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 前两个完成的非常快 那这一轮当中呢虽然是挑战失败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惩罚过后 如果完成这个惩罚依旧是可以开启给我们粉丝的一个福利环节的 那我们这个惩罚就要来给到宁哥一个特写了 因为我们这个惩罚是搞怪五连拍的一个效果 嗯 相信这个我觉得你是难不倒雨 当然当然当然 我就是本来就长得很奇怪 所以对于我来说不是这么难事 给我来个纸老师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到一个纸巾啊 嗯 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期待一下啊 宁哥在直播间当中为我们带到的这一个搞怪五连拍 好马上 那在这个环节呢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宝宝 抓紧时间啊继续关注我们直播间 稍后为您带到还会有抽奖的环节 最高的话是直接为您抽送到的华为mate40pro的这台手机 一定要记得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19点50分结单之前 有在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购物袋当中下单付款就可以参与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宁哥啊 好来哦五个是吧 嗯第一个啊 哇这个第一个真的是玩大了啊直接是一个啊完成 第二个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哇真的宁哥这个演绎的非常非常的搞怪第三个我们期待一下 来的那个耐克嘴 哼哇邪魅一笑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小迷妹们可能看到这个照片不觉得是搞怪了啊 还有第四个我们一起来一下再来一个呃 刚才想的什么那个那个耐克嘴巴的还有这个那个就是狗头那个 哎表情包啊是立刻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最后一个搞怪表情 其他一下 来个演员的吗 曾瑞希 大演仔啊 给到大家这样的 那我需要客人干嘛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 搞怪五连拍 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我们也是要来揭秘 我们这一轮解锁的一个福利 那这一轮解锁的一个福利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轮为大家送出的是 拍力的抽签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要把这一个祝福 给到我们的粉丝朋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请您哥来帮我们 上一个福带 抽取到两位幸运的粉丝宝宝 好不好 来先把时间交给您哥 来帮我们上一个福带 看一下是哪两位幸运的宝宝 可以获得我们的图签 刚才不是拍力的图签是吧 是的 我们这一轮是拍力的图签 给的大家好 来五四三二一 上福带 好 正式把福带上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左上角的福带 在一分钟过后 立刻为大家开讲 那这一轮我们要为您送出的是拍力的图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您哥 来帮我们制作两张现成的这个礼品 拍力的啊 也是再次把时间交给我们 再来两个是吧 是的 那这一次要选择和我们的哪一款我们的合拍 都来一圈呗对吧 没电了是不是 你看你就是这么巧 来来来 现在已经是打开的一个状态了 哎 好 现在好了 刚才是这个没有 嗯 好 好 第一张已经是顺利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在等待成像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第二张拍力得的这个照片 同时起我们也在这里呢也是要期待一下 这两张拍力得 我们要是签给哪两位粉丝宝宝呢 也是要再一次的来期待一下 哦 这是兔签对吧 是的 这个次是兔签啊 明白了 明白了 我们来开讲 看一下这一轮 我们请您哥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一位朋友就一只兔子 另一个来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 咱们也是emoji这个猜这个成语是吗 没错 那待会可能也是要考验一下 云宁他的一个 我给你画一个 画的一个功底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等待一下 与您直接是签送一下 我们这两位粉丝朋友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啊 这一轮当中 我们恭喜这位叫做 手指的一个粉丝宝宝 还有一只兔子 恭喜这两位在我们这一轮当中 也是成功的被我们抽取到了 为您送上的是 与您的突牵拍力得 那如果是说您进入到直播间过后 非常关注一个领奖的环节的话 在这里呢 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左上角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其次呢 通过我们直播间旁边的关注按钮 赶紧来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按 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到您后续的一个领奖环节 已经是全部签送好了 对不对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这两 哇 画得非常好 我觉得以后画家的这个身份 要不要也去解锁一下 这个不敢去涉猎 好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这两位粉丝朋友在这一轮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稍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会来联系到您啊 所以说也是希望您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您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话 那么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联系到您的啊 一定要记得左上角赶紧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按钮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我们是完成了非常多的一个身份的挑战 我相信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同时 非常多镜头前的粉丝朋友 在这里呢也是有很多话 想对我们的宁哥 想对于您来说的 对不对 好呀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交给我们镜头前的粉丝宝宝们 抓紧时间把您想对宁哥说的一些话 写在评论区当中 稍后我在这边呢会进行截图 随机的选择两位粉丝朋友 想对于您说的话 来现场读给与您听一下 好好好呀 所以说大家待会儿这个环节当中呢 也是可以畅所欲言 在评论区当中输入 您想对于您说的一些话语 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 通过截图的方式 来直接抽送两位粉丝朋友 直接把您的心意表达给与您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稍后还会有一个重磅的抽奖环节 直接抽送到的是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 来给到大家 所以说希望大家持续不断地 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 都是在刷屏的一个状态啊 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抓住这一次机会 我们马上要带到的这个环节 非常的充满温情的一个环节 来抽送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 也是一个福利吧 对不对 直接是面对面的来跟与您对话的一个 也算吧 因为我们经常也 经常我还有会跟粉丝他们去聊天的 好 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内容输入起来 我们在这边待会儿会请与您 来倒数五个数的时间 我在这边直接来截屏 来做好准备了吗 好 来五四三二一 截屏 截屏过后啊 这个直接打开看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看一下 比如说啊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位粉丝的这个留言 比如说这个L啊 这位粉丝朋友 他的昵称叫做L 他说老大好好休息 非常的体贴 就看出我今天有点憔悴是不是 就是也休息挺好 就是其实今天不是憔悴 是睡多了今天是因为啊 就睡太好了 导致有点这个 肿啊 谢谢你的关心 但我会注意的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粉丝朋友的留言啊 他说这个 还有一位粉丝朋友叫做G 他这个也是一个单独的英文字母 他说我想要个刘雨宁 你想要个刘雨宁 你可以啊 赶紧找个这个 我不知道你男孩女孩啊 赶紧找个老公结婚 然后以后孩子就叫刘雨宁 就有了吗 对吧 多么的完美 对不对 以后孩子取名叫刘雨宁 如果你叫李 叫李刘雨宁 好不好 妥了 还有一个四个字的名字 对不对 绝了 跟茫茫西柚是一个感觉 没错 没错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 刚刚也是有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 被我们抽中了 来放送了您的一些内心话语 来给到雨宁 那接下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要为各位来揭晓到的 就是我们的华为 Mate 40 Pro 这一款手机了 那这款手机 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下 这款手机的一个抽奖的条件呢 首先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其次呢 有在晚间的19点50分结单之前 通过直播间右下角的购物贷 下单付款 就可以参与起来了 我们在后续呢 也是会核实您的一个 下单付款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 依旧是要请您哥在直播间当中 来为我们去上福袋 上福袋是不是 没错 要不我先替粉丝存的 到时候我再发给他们 行不行 想直接先把他带回家了 是的 我替你们存的 要不要 可不可以 粉丝朋友们 可不可以 在我们评论区当中 当然是不可以的 当然不可以开玩笑 来上福袋我们 来五四三二一 上福袋 谁有这个幸运 已经是上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了 也是要期待一下 看看谁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幸运之神 眷顾他 可以获得我们的华为 Mate 40 Pro的这一台手机 来给到大家 那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会有这一个开奖的环节 其实我也是很期待 说这一分钟过后 我们要在直播间当中 为大家送出的是 哪一位幸运的粉丝宝宝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 请与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在生活当中 跟纯真的一些小的故事 好不好 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说在我们剧组的 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和纯真酸奶 结缘的一些小小的故事呢 小小的故事 就是还是真的 因为我如果 因为我是作为 我们纯真的一个品牌大使 那就要担起 这个品牌大使的一个责任 对不对 就包括很多 我们剧组 有很多其他的演员 他们也特别的优秀 他们也有自己的合作品牌 那当这个 他们有合作品牌 给我送东西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 我纯真这个东西 拿出来送给他们 就是有牌面 我也是觉得可以 所以就都 我们就都会互相送给一些 剧组同组演员啊 包括他 那个还有很多 包括摄像老师啊 灯光老师 他们现场特别累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们发一些这个 哇 好贴心啊 对不对 给他们分享好喝的东西 是的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 如果是说您下单付款的话 下单我们的忙忙西右的话 是会赠送给大家这个海报的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好不好 不要担心啊 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是有一位粉丝朋友 获得了我们的 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 我们请您哥来跟大家揭晓一下 这个朋友叫做 这叫卢锦 还是 六六 卢锦啊 感觉这个手头有点打结 好 恭喜这位叫做 这个卢锦的这位粉丝宝宝 在这里呢 再一次恭喜 如果是说您今天 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如果已经有在19点50分之前 下单付款的话 那么恭喜您 获得到的就是 华为Mate40 Pro的手机 那所有的粉丝宝宝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下单任意的产品 我们都会赠送给他们 与您的海报一张 那当然 刚刚还有很多的粉丝朋友 是获得了我们 为您送出的一个 重磅的福利奖品 一定要记得 赶紧点击一下 我们屏幕当中 左上角的关注按钮 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到 您的奖品的发放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 也是非常感谢 与您 也是放送给了大家 非常多的福利 带给大家很有趣的 一个互动挑战啊 解锁了很多的福利 给到大家 那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还有机会可以去 赶紧下单付款 如果是说想要去 get到我们与您 同款的茫茫稀幼的话 其实今天 也是要抓住 这一次机会了 我们最后 请与您来跟大家 安利一下我们 最爱的茫茫稀幼 好不好 哦 安利一下是吧 没错 没错 这个其实真的 因为我还很少会喝一些 就是能够 就是特别甜的东西 但是这种 这个茫茫稀幼 是我最近一直在喝的 而且里面的口感 也特别的 就是喝完就会有 非常多的满足感 然后你就会觉得 如果心情不好 我喝一个这个 就会瞬间的变得很开心 就也分享给大家 如果喜欢这个 茫茫稀幼 这款口味了 可以去多多支持一下 没错 再次来提醒一下 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粉丝朋友 茫茫稀幼这款 也是争选多肉象牙芒 以及红宝石西用 酸奶界的羊枝甘露 也是可以get到 我们的与您同款 那今天直播进行到这里 也是要再一次感谢 与您的陪伴 也是要再一次感谢 我们直播间 所有粉丝宝宝 对于与您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可以 继续支持与您 继续支持我们纯真酸奶 直播进行到这里 我们也是要暂时 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我们也是要再一次 跟所有直播间的 粉丝宝宝们一起say bye 好不好 好 辛苦各位 辛苦各位的陪伴 然后也辛苦大家支持 我们下回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辛苦主持人 辛苦辛苦辛苦